我们假如去了以后 台湾上空 海面 中共的基建 都没有减少活动 请问我们情何以堪 动之疫情对退伍军人喊话 退伍会主委冯世宽提到 有团体发起退役军事官到中国 参加黄埔99年校庆 直言真的不妥 黄埔军校包括中华民国的国旗宪法 通通在台湾 我们是正统 在那个时代的剿匪 我们牺牲了多少的官兵 为了什么 而那些干部都源自于黄埔 现在好去参加纪念会 讲了台湾的陆军官校才是正统 但是对岸发起活动 鼓励台湾特有军人参加 三天新闻独家掌握邀请行程 分八天七夜跟五天四夜 两个方案 出发管道分别是小三通 以及台北桃园 主要行程是6月16号 广州黄埔校庆 以及悼念黄花岗烈士 团废最高只要两万五 让人质疑背后动机 还有发起人究竟是谁 冯旭宽执意国军从现役到退役 接连引发认知作战疑律 背后都是特定人计划所为 如今还邀请退伍军人 前进中国 冯主委再也忍不住 挺身喊话 呼吁昔日袍折 别中了对岸的统战圈套 3075克直纲 晨艺豪SNG小组 台北桃园